日本排饭河水事件 到底日本餐的生鱼片还能吃的吗 我是不敢吃哦 Yo大家好我是Oliver 今天带你聊好诺 今天呢我来到了这一间 sushi 店 这一间sushi 店我相信 市伍的朋友们对它并不陌生 因为呢 它已经在市场上20年 因为它是沙拉月最久的寿司店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 你们可能会想说 我又要介绍美食了 错 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 针对这个日本排饭污水事件 其实也有很多网民啊 就会信急我们 我们讲说这个日本餐 到底还能够吃的吗 以后是不是没有日本餐可以吃了 所以呢我今天就把大家的问题 一次过带来这个sushi 店这边 问问看师傅他们的看法跟想法是什么 走 直接进去 Let's go Yo大家好 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sushi 店的主厨 来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chefroot 所以呢你是只会日文吗 你是会华语 也是会华语 哦 那就好 那接下去的话 用中文吧 好好好 毕竟你们是做这个日本餐饮业的嘛 对不对 你们应该会比我们更加的了解 关于这个日本 那个核污水的这一个事件 那我想问一下 第一题 就是这个日本排污水事件 它会不会影响到你们 现在目前还不会 反而增加 反而增加 可能他们会认为他们以后做不到 哦 有道理 呃 那以后呢 因为你们日本餐饮业的食材都是来自日本嘛 绝大部分的 那我相信以后的消费者呢 他们就不会买账了 就包括我自己 以后只要是日本的食材 我们都会当心的 你们放心 我们8月24号之后 已经停止跟日本进口海鲜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现在的海鲜都是来自哪个国家呢 来自世界各地 哦 确实 海鲜这个东西 不是只有在日本嘛 对不对 全世界海域这么大 对对对 其他地方都有 连我们国家都有海鲜的嘛 哦 OK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 就是这个生鱼片 因为我相信很多啊 来吃日本餐的朋友 都是超喜欢日本的生鱼片 烧门 那你们的烧门是来自哪里的 我们的烧门是来自挪威地区 OK 我相信啊 身为消费者 OK 我们都想要知道说 诶 这个来自挪威 那你们有没有一个证义鸭这样子的关系 有 我们有证义证书 哦 有证书 哦 这样子就好了 来 观众 他们是有证书的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是有证书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大家可以放心吃 是吗 对对 那还有其他海鲜 像这个青豪的话是来自哪里 青豪是哪里 就是纽西兰 哦 纽西兰 哦 OK 酷 那这样子的 我也发现到 你们是现在已经在市场上 已经20年了 还是那么多人喜欢 其实为什么 应该是我吗 哦 你 嗯 数据店开了20年 我已经做了19年 哦 所以你是跟数据店一起长大 对 一起长大 这边的食材我相信 都是你研发出来的对吗 因为这些寿司 我现在看到的 尤其是这三盘 基本上在外面你是看不到的 这些都是我们的创新 应该是迎合大众的味蕾 去做出来的 对 就所谓的本土化 因为真正啊 如果你们去到日本吃的话 可能它的食物会比较偏鲜 或者是不适合我们这边的口味 所以你们就会有一些改变 这样子 对 开一开 那数据店为什么 它可以把我搬在这里这么久 我从小吃到大的 大家 因为他们的食物一直在创新 你看以前是没有这些的 你看现在有了 而且啊 他们的这些食物啊 对比日本的 他们的寿司的话 他们的寿司其实就是很生 比较多都是生鱼配他们的饭 那我们这里就在前面这三道这样子 那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样 这个是我们的皮蛋寿司 还有这个香药寿司 跟那个火龙果寿司 你在日本哪里看得到这些 火龙果寿司 日本哪里可能会有 皮蛋寿司更不可能 所以这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 保着心板实实 Localize 那师傅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吃三维鱼的 那你们现在的三维鱼都是来自挪威嘛 那挪威的三维鱼跟日本的三维鱼 肯定是最好的 是因为海域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Localize 88 岁的日本餐厅的三维鱼都是来自挪威 哦 都已经是来自挪威的了 哦 OK 也对啦 众所众之啊 大家都知道啦 三维鱼咧 日本的是最好吃的 不止日本的这个三维鱼 就连他们的海鲜也是最好的嘛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这个海域的关系 可是 现在他们还放 河污水 进去到他们的海域 你还敢吃的吗 日本 国际是辣的 我是很难受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来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 都不敢再吃日本的海鲜类的 应该都不会再碰的 因为怕得像我们吃的 多伸两个手腕 我也会怕的 那师傅 你确认这一碗是来自挪威的 确认 这碗是来自挪威 可是我还是有点当心 OK 师傅你能够 先吃一片 我才吃吗 OK 我带你吃 好啊 这样可以 先来给我 什么 这是一定要的 哇沙饼 来 Cheers Cheers 师傅吃了 师傅已经吃了 没有理由我不吃吧 来 我们再以 我们的生命来当保 这个一定是来自挪威的 所以说 如果接下去一个月里面 我没有再更新影片的话 你们记得 哈哈哈 来 Oh my God 还是好吃啊 对 这19年来 我们对食物都有严格把关 嗯 所有的食材都拥有合格证明和检查报告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你们可以完全放心地享用我们的食物 Yes 没有错 你看我刚才也吃了 我们都吃了 啊 没问题啊 嗯 一样好吃 嗯 新鲜 口感又是这么的 弹的啊 所以啊大家 我今天来了这边 我看到食物 我吃了 我是觉得说 大家 其实不需要放心 你们可以 还是放心的 很放心的 来 睡醒一点 想用他们的这些寿司 其实大家你们要记住一点 我们有文师傅 严格把握 我相信啊 他们比我们更紧张 比你们更害怕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什么 所以说他们 对于这些食材方面啊 你不可能 诶 伦哥要每一天去try try 他要每一天吃 他比你们是第一个人去吃的 他比你们更害怕 所以他会去监督他们的purchasing 他们去哪里 进的货 哎呦 千万不要有日本的 对不对 他比我们更担心 你们更担心什么 刚刚来吃罢了 吃呆机出来的话 找罗哥 所以呢 罗哥 你还有什么话 想要对我们的观众讲 谢谢大家的20年都支持 阿里过来过来过来 那接下去 我相信很多不近的朋友 也想要品尝 想要try这个sushi店 你们不需要特地开车 或者是搭飞机 大巴士 用任何的交通工具 来到西部 或者是宾都路 去品尝这个sushi店 对 因为他们 他们亲自去那边找你们 对 而且听说轮丝铺 将会当当古晋 分寒的主仇 睡了啦 虽然将会是在明年对吗 对 但是准确日期还没有对吗 对对 OK 虽然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尤其是古晋的朋友们 好 虽然今天这个课题 就暂时告一段落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影片的底下留言 那我相信呢 sushi店 他们会有专业的人士在下面留言 给你们最想要的答案 好了 所以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再次来感谢任师傅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OK